字幕製作人 字幕 歌手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Valve Channel 我是Kevin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這個ZOO G11 Multi-effect processor 相信大家對LOOM這個品牌並不陌生吧 他們家除了做電吉他效果器以外 也出了許多好用的影音器材 像是手持的H系列錄音器 專門提供給做Podcast的P系列錄音器 以及其他像是MIXER跟錄音介面等等 都是經濟又實惠的產品 而他們在電吉他綜合效果器這一塊 從我認識他們的第一個產品 505到3030 GFX8以及G系列的G1 G2 G3 G5 都有著很不錯的表現 而這次最新推出的G11 除了外觀帥帥的碳纖維樣式外貌 以及許多高亮度的彩色燈以外 還加入了5吋的觸碰式彩色螢幕 以及大家敲碗已久的IR技術 讓音色具有更多的變化性 讓爽度大大的提升 使用者除了可以直接使用原廠所提供的70組IR 也可以匯入最多130組自己購買或製作的第三方IR檔案做使用 在這邊天息的提起大家一下 在匯入IR檔案進G11的時候 因為他的檔案名稱有字數限制 好像是七個還是八個 當超過限制時 他就會只留前面的字做檔案名稱 這樣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例如我有三個檔案 名稱分別是 Kevin G11 Mesa Kevin G11 Marshall Kevin G11 Fender 匯入後他們三個就都會變成Kevin G1... 然後三個檔案在切換時就會被判定是同一個 也就是最先被匯入的那一個 所以要匯入檔案時 記得先注意檔案名的字數 這一點在這邊提醒大家一下 當然如果想用原本Zoom的CAP模擬系統也是OK 原廠提供了22個CAP模擬給使用者選擇 但是有IR可用 誰還會想 內建的Looper 可以錄製最長5分鐘的內容 內建的古蹟 提供了68個內建的節奏模組 讓你練琴時 不用擔心找不到人幫你伴奏 都無聊啦 G11有兩組的Send跟Return 可以連接外部的效果器 加到G11的訊號串理使用 也可以使用MIDI IN OUT連接外部的裝置 像是電腦LP16來進行參數的變換 G11除了是一個電吉他專用的綜合效果器以外 也可以當作電吉他的錄音介面來使用 使用一條Type-C的USB線連接電腦 搭配隨和附送的Cubase LE錄音軟體 就可以將自己所彈中的Lano錄製下來 好好的檢視自己彈得乾不乾淨 拍子有沒有準 講那麼多 最重要的音色 當然也要示範給大家聽聽 等一下 音樂裡所有的吉他都是使用G11錄的 讓我們來聽聽看吧 音樂裡的確認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接下来要帮大家简单示范一下G11的操作方式 首先记忆体上大致可以分成四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就是最主要的触碰萤幕 基本上所有的操作跟设定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完成 等一下会再回来介绍里面有什么东西 第二个区块是旁边的音箱头参数 在这边有实体的转钮 让使用者调整音箱头参数 在每一个转钮上都有红色灯号标示目前的数值在哪 这是一个非常贴心的设计哦 然后按这个就可以关闭音箱头模拟了 第三个区块就是这边的单颗效果器 在这边适当使用者开关及调整自己放置在讯号穿上的效果器 我个人是很喜欢他们的这个设计 使用起来非常的直接及顺手 就像是在使用单颗效果器那样方便 最后一个区块就是下面 的这几个切换踏板 最左边的两个是用来帮效果器换页的 因为刚刚效果器控制那一区只有五个 所以使用超过五个效果器时 就可以用这两个踏板做换页的动作 中间的两个是用来切换所出身的音色 最右边的两个是用来切换Bank 一个Bank里有四组的音色 也可以长按来使用调音器 或是Tap Tempo 的功能 好那我们回到触碰萤幕这边来看看可以做什么吧 开机后就进入到这个主选单的画面 最上方显示的是目前的Bank 及Patch 在这边总共有四页 换页就是左右滑 长按可以自己拖拉摆放自己喜欢的排序 点任何一个选项就进入到各自的画面 要回到主画面就是从上方往下滑就可以了 G11 提供三个模式让使用者选择使用 分别是上方的三个Patch Memory Effect Board Bank Patch Memory 就是选取Patch 的方式 用手上下滑或是踩下方的两个Patch踏板做切换 Effect Board 基本上跟Patch Memory 能像的 只是画面会变成显示你有哪些效果器 这个模式在写歌或是录音的时候会比较好用 因为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目前所使用的音色 是由哪些效果器所组成的 最后 Bank 塑技会用的模式 在Bank 模式中下方的踏板会变成 第一到第四是切换Patch 最后两个是切换Bank 前面我们请到一个Bank里有四组Patch 所以我可以把每一首歌设定成一个专属的Bank 把那四组Patch设定成那首歌会用到的音色 这样在歌曲进行中就可以很方便的切换音色了 Play with Rhythm 就是鼓蹟啦 点Pattern 就可以进到节奏的选择页面 选到自己想要的节奏后 在这里调完想要的拍数跟音量就可以开始玩啦 其他像是Tuner 就会进入到调音器的画面 Trange Effect Order 就是可以拖拉效果器的排列 Trange Amp Effect 是可以在现有的栏位 更换你想要使用的效果器 在旁边可以看到每个效果器所需占用的DHP耗能 非常贴心 那我们看下一页 Use Set Return 进去后 按这个新增一个回录 再去刚刚的Trange Effect Order 这边 改放它摆放的位置 看到这边是不是觉得好像有点麻烦 设定一个东西要这样画面换来换去 其实在第二页就可以看到一个 Edit All 在这边就可以完成刚刚前面的所有动作了 外面的那些其实就是功能的快捷 如果今天只是要做一个很单音的动作 那就可以去点那个动作的快捷选项 如果今天是要做一年串的变动 那就可以使用Edit All这个选项 然后Import IR 就是可以汇入第三方的IR 将档案放到一个USB的硬碟中 再插入G11后方的插槽 就可以在这里面选择要汇入IR了 最后要提到的是 G11有一个自动存档的功能 当我们做任何更动 右上方就会出现一个存档的图示 代表机器正在自动存档 这样就不用担心辛苦调整好的音色 因而忘记存档而消失了 如果不想要这个功能的话 可以到第四页 Set Auto Safe 这边把它关掉 G11整体的操作非常简单跟直觉 可以不用担心会很复杂 不知道要怎么用 所以其他功能 我在这边就不一一讲解啦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对Room G11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跟台湾的代理商 海国乐器做询问 询问看看有没有家里附近的乐器行可以试玩 那喜欢的话也帮我们订阅 按赞加分享 这里是BobbleChannel 我是Kevin 我们下次见 拜拜